再带你看到日前一名80岁的老翁在家人去看医生 当时把车停在商校街上准备离开时 却因为倒车不小心撞到后方的一名机车骑士 但因为他发现撞到人疑似是太过紧张 又踩下油门 整台车直接的冲撞到前方的两台轿车 而因为这个冲击力过大 安全气囊瞬间炸开 而前车的后板筋也都撞到凹陷 不过这个邱老先生的瑞典战车确实毫发无伤 轿车驾驶先是倒车撞上路过的机车 看是要停下来 但下一秒车却又突然急速往前 直接撞上前方一辆白色轿车 撞击力道之大 安全气囊瞬间炸开 白色轿车车尾也都被撞凹 驾驶似乎是被吓坏了 赶紧下车查看 还不断拍打着自己的胸口 那时候我们在厨房 就突然间听到刹车车这样 叫嘰 很大声 然后就嘰一声 他先倒车撞到一个妇人 把骑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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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撞到以后 才往前倒冲 他要紧张又往柴油门 对 然后就往前冲出去了 老先生可能是有被那个 安全气囊打到吧 不过人还好有受伤 还好没事 都轻微擦伤而已啦 还好都没有受伤 这是在日前 一名80岁秋星老翁 载着家人来到花莲市 桑绍街跟国民艺街路口 附近要看皮肤科 在离开时倒车却没有注意到后方有一名机车骑士 一个不小心撞到对方 因为太紧张又误踩油门往前冲 撞上前面两台轿车 11日早上在花莲市区的商校街与国民一街口 发生了一起驾驶 倒车不慎撞击后方机车 然后又追撞前方的停车的一起A3交通事故 那经调查后 该名驾驶已经满了75岁 也换取了高龄驾驶驾照 双方机没有酒驾 这起车祸应该是驾驶操作不慎 而导致的这起A3交通事故 一时情急酿成意外 所幸遭撞的骑士只有受到轻伤 但令人惊讶的是 在前方遭撞的白色轿车 后板机都被撞凹了 邱老先生的瑞典战车却还是毫发无伤 则是瞬间炸裂的气囊 恐怕会对双方驾驶造成内伤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 带他准备 启息留宝 准备 pharm 对 膀